这是一道救命题 桌子上有两个缸子 一个装三升水 一个装五升水 怎么才能倒出四升水呢 只有答对这道题 才能救出被困密室的女友 想知道正确答案吗 第一步 把五升的缸子灌满 倒满三升的缸子 此时 五升的缸子里有两升水 第二步 把三升缸子的水倒掉 再把五升缸子里的两升水 倒入三升的缸子 第三步 把五升的缸子装满水 向三升的缸子中倒 倒满为止 此时 五升缸子中剩下的水 就是四升 不然 把四升水倒下去 铁门就自动打开 开启密室的钥匙 就在女友手里 眼看水箱中的女友 就要窒息而亡 小柯非常的着急 他向摄像头大声求救 根本没人回应 他捡起齿轮砸像玻璃 玻璃质量太好 根本砸不坏 他爬向水箱顶端 砸像生锈的顶棚 这才把女友 从死神的手里救回来 男主角小柯是个网红 靠夸张的直播 作用百万粉丝 这一次 四个朋友要陪着他 赵公子来机场热情接待 这货不仅有皮裤姐相伴 还有两个私人保镖 大伙先在豪华酒店住下 整了一杯82年的拉菲 接着 又去酒吧里浪了一晚 今晚所有的消费 都由赵公子买单 一群光偷歹徒突然出现 为时的大金脸 想强行得到小柯的女友 长发姐 多亏赵公子及时出手 歹徒这才 骂骂咧咧地推出战场 杨言还要继续找他们的麻烦 到了第二天 赵公子派专车来接送 老司机送小柯一件钞票 随便花 小柯和女友在高端馆子大吃一顿 正要拿钱买单 夹在钞票里的红纸掉在地上 服务员上前来告诉他们 赵公子已经为你们买了单 还帮他捡起掉在地上的红纸 这是老司机送他们的东西 到底是啥意思 我们接着往下看 赵公子把大伙 接到密室逃亡直播的地方 这一次 他们有完整的 四人被蒙上头 关在四个密室里 只有一个小时的逃脱时间 小柯费尽心思 找到一把钥匙 搭开了大门 女友被关在水箱里 卷发姐被绑在电影上 老黑被吊在水管上 小飞前面有一排钢子 随时会把他做成肉夹馍 大家都等着小柯去营救 小柯根据墙壁上的提示 开始组装齿轮 绳子在缠绕老黑 钢子向小飞无限靠近 小心脏叫跳出来 谢天谢地 小柯总算在悲剧发生的前一秒 把齿轮组装完成 打开两个朋友的牢门 接下来 要求电影上的卷发姐 只要磁体触碰轨道 就会加大电压 无比酸上 小飞慢慢移动磁铁 卷发姐被电的怀疑人声 磁铁走歪迷宫 卷发姐这边才彻底断电 她突然意识到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密室逃脱游戏 他们可能被困在了这里 女友那边传来尖叫声 自来水不断流进钢子 大伙却被挡在体栏外 对面房间里有两个罐子 一个是装三升的水 一个是装五升的水 老黑机制的用两个罐子 倒出四升的水 终于打开了铁门 小柯用齿轮敲碎钢子品棚 把女友长发姐爆出密室 小柯正准备人口呼吸 女友马上喷了一大口水 活了过来 长发姐手里有一把钥匙 他们用钥匙打开铁门 来到另一间密室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 大门别挤神关上 看到墙上的新鲜血字 大伙都慌了 小柯用铁棒敲碎门锁 带领大家逃出去 眼前的一幕 更是让大家大吃一惊 游戏主持人赵公子的人 全部被放打在地 这有的是光头歹徒干的 就是前几天在酒吧 和小柯他们起冲突的那伙人 赵公子的女友 也被歹徒残忍杀害 小柯四人被抓上车 蒙上脑袋 等他们再次醒来时 又被关在了密室里 旁边是戴面具的龙库屠夫 桌上摆满了各种杀猪刀 这伙歹徒告诉小柯 他们有一群客户 这群客户花高价 想看这些网红被害的直播现场 每隔一个小时 就会对一个人下手 小柯被关在另一间密室 用体链锁起来 他在电视上看到 女友被关在另一个房间 卷发姐也被捆绑起来 歹徒现场直播 小柯当场吓傻 被吓得合不拢嘴 这还不算完事 歹徒再一刀让他领盒饭 小柯目睹这一切 被吓得惊恐又恶心 他拼命敲击 从手铐中挣脱出来 他把铁床竖起来 站上去 取下天窗 在通风管道里艰难爬行 他看到 小飞就在下面的密室里 屠夫把小飞的嘴巴控制起来 歹徒拿起电锯 对付小飞 小柯被吓得流出眼泪 歹徒再次举起冷冷的电钻 小柯一不注意 弄出动静 歹徒发现了它 让两个屠夫前去追杀 小柯从通风管道里钻出来 躲在柱子后面 没有被发现 前面是一道大门 小柯常相反的方向 扔出铁块 引开两个屠夫 从大门逃了出去 前面有一道红色铁门 看到熟悉的字幕 小柯想起那张红色卡片 上面写的数字 正是密码 这个卡片是老司机给他的 打开红门 老司机正好在对面 老司机是个好人 一行想救他们 可是他一直被人监控 根本没有机会提醒他们 他让小柯马上逃走 可是掉在地上的红色卡片 还是被两个屠夫发现 老司机被逮了回去 小柯本可以开车逃命 可是女友和老黑 还被关在密室里 想到这里 他又折了回去 从另一道门进入密室 找到被关在这里的老黑 老黑是高度近视 眼镜被踩碎以后 像是盲人一样 小柯带着老黑 躲躲藏藏 屠夫一直在搜寻他们 两个人躲在角落 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屠夫转了一圈 没有发现他们 他们这才有机会躲起来 小柯告诉老黑 小飞和卷发姐都挂掉了 这根本就不是游戏 而是有人花重镜 看他们被害的现场直播 老黑当时就被吓得瑟瑟发抖 在冲突的过程中 搞出动静 又把屠夫吸引过来 小柯赶紧拿起警戒 两人从通风管道跳下去 这才没有被屠夫发现 这是一个死胡同 他们只好又从另一个通风口 爬上去 来到另一间密室 前面是电梯警 屠夫找到了这里 朝他们这边开枪冲过来 老黑推开小柯 被屠夫撞落电梯警 只留下一阵悲惨的叫声 人生最大的痛苦 莫过于朋友在自己面前牺牲 自己却无能为力 小柯捡起屠夫的枪 只是里面已经没有子弹 现在 可能只有女友还活着 小柯决定开始反击 他躲在角落里 看着赵公子和这群歹徒 见识一伙大 老斯蒂泄露密码 被赵公子放到在地 万万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赵公子策划的 小柯一路跟踪屠夫 看到女友长发姐 被强行带出来 小柯打开大门 来到密室里 歹徒正在给女友做现场直播 这样的刺激画面 让客户不断加钱 小柯的枪里没有子弹 他给女友递颜色 女友心灵神会 一头撞开歹徒 小柯赶紧装上桌上的子弹 给了歹徒一枪 可惜根本就没打中 歹徒送长发姐 离开这个世界 小柯躲进密室里 用木头堵住大门 他感到无比的恐惧和绝望 屠夫一直在敲门 求生的本能 让他再次振作起来 他打开通风壳的铁网 逃了出去 赵公子拿着手机 在聚光灯下直播 问小柯 失去一切是什么感受 小柯像愤怒的小鸟 把赵公子撞到在地 赵公子想要解释什么 愤怒的小柯没有给他机会 来回几坨子 把他打得失去呼吸 一切终于结束 只有小柯活了下来 此时 现场的大灯突然亮起 人群走了过来 没想到 这真的就是一场游戏直播 小柯的朋友一个都没有死 一切都是赵公子策划的 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切 都在演戏 只有小柯不知道真相 害死了赵公子 小柯被吓得贪婪在地 太可怕了 这一次 他们的直播玩过了头 这部电影名叫极限网红 讲述小伙参加密室游戏 并内容故意真实 变成杀人凶使的故事 喜欢老胡 关注老胡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